上次我画了一张头像 就有很多人问我眼睛上这种 不灵不灵的是怎么画的 其实超级简单 新建一个图层给它改成添加模式 再找到自带的元素里面的 大风雪这个笔刷 选颜色我们最好选用最上面一排 这种颜色会更闪一些 我一般会先用橘色 再上下多画一些 打圈式的在眼睛这样画 然后用橡皮给中间擦掉 多余的地方我没给它擦掉 只保留卧蚕和上眼皮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比橘色 更亮一点的颜色提亮一下 用黄色吧 一般这一步我会把这个笔刷放大 点一下 把多余的部分擦掉 有这种大颗粒 然后又有小颗粒才更有层次感 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尽量是擦两边 上眼皮的两边 还有下眼前的两边 两边虚化一点所以要擦掉一点 中间是实的 再把这个笔刷缩的小小的缩小一点 使用一个更亮一点的颜色 在眼睛中间画个E 这样E就行了 然后用橡皮把中间擦掉 还有眼皮的褶皱处 我们也要给它擦掉 画完如果你想更改颜色的话 其实你直接对这个涂层 调一下它的色相 饱和度就行了 调一下它的色相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就OK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思路 就是新建一个涂层 给它改成添加模式 添加模式就会有一种闪闪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大风雪笔刷 先给它整体来个小颗粒 再给它整体来个大颗粒 再把中间给它提的更亮一点 更密集性的提亮下中间 就OK了 这样一个漂亮的眼影 就轻轻松松的画完了 你学会了吗 记得关注哟 肯定下 lasting 一个小颗粒